還不是周天宇的 祝康 本少爺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 告訴你能給本少爺接盤是你的福氣 什麼膽子 和我睡一個女人 他本來就丟人了 我跟你拚了 你別崇了快來綁起來 臭小子在這好好看著吧你啊 喊什麼 你傻 傻子都抱怨了 殺人是犯法的 你可是自殺的 是 不是 是 是 這位子我一定會 我扶你 我 如果有四倍 就抽個好 開 師傅師傅 嗯嗯周哨 你們叫我周哨 對啊周哨 你怎麼那麼周哨 快給周哨喝杯紅酒吧 哇 難道我重生了 還重生到了附加少爺身上 周哨好 沒想到 就算掉四三十年 還要被叫大哨的意思 大哨 您還有什麼吩咐嗎 哎大哨 我 是誰啊 您可是周家的大少爺 周世豪啊 周世豪 我竟然成為羽創集團的大哨子 我仇人的親叔叔 哎大哨大哨 大哨也 您怎麼在這啊 你是張心儀 他年輕了好幾歲 好像五年前的張心 難道我不只是計時會 還回到五年前 哎呀 大哨也 你怎麼在這啊 讓人家好找 好啊張心 上輩子你害死了 沒想到 這輩子我都在手裡 哎 你都嚇了人家心臟都不跳了 你快摸摸是不是不跳了 你快摸摸吧 啊 那少爺我 摸 怎麼摸啊 我 我 你不一直想爬上富家公主主嗎 好啊 今天我就給你這個事 告訴你 從今天開始 你必須隨叫醒吧 讓你幹嘛 就乖乖幹嘛 大少爺 你也誤會我了 誤會 大少爺 你想幹什麼呀 別動 你讓我們好好記住今天 大少爺 好想 大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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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那個被我弄了個遊戲公司 跟你抗衡 你有什麼打算 就他做那一堆垃圾 也配跟我比 夫人不好了夫人 慌什麼 不懂規矩啊 大少爺把張心怡小姐給 什麼他還沒死啊 怎麼 你的小情人吃了虧 你心疼了 你說什麼呢 張心怡可是我的人 他動我的人 這不是打我臉嗎 去找周氏豪 你今天的表現 我很不明白 不過 看待你是第一次 這件事 這老 周氏豪 你好大膽子 你們先下去吧 周氏豪 你他媽找死你 天經地義 你叫我什麼 周氏豪 你敢打我 我叫死你 天經地義 說 叫我什麼 叔叔 周氏豪是你長輩的 進入 只要你還活著 我就是你的長輩 在我面前 要記得尊敬長輩 不然 我不介意替我那死去的大哥 好好管教管教你 東啊 好 你等著 我去爺爺那告你的狀 好啊 隨時恭候 穿上衣服 我去公司 你還活著 公司的遊戲 什麼時候可以上線 周上 已經按到你的要求開發好了 隨時可以上線 我們的宣發 追加一千萬 一定要受到全民主目 而且 要和周天宇的運氣 同時上線 一千萬 怎麼 一千萬很多嗎 沒有 我現在就去辦 周上周上 請問你是怎麼做到 目光王者 剛上線都充足到了兩個億的 周上 對於您的親子的天然燒業 上線的主機遊戲 營業額只有二百萬 您如何看 所謂的工作 不過就是看能力 有些人能力不足啊 花再多錢去投資 也不用 周世昊 我遊戲銷量那麼低 是不是你在背後搞管 他有什麼派 滾 你 你 剛教完你規矩 又往 你遊戲賺了兩個EU 怎麼呀 你這個破公司 不過是個剛起步的小作坊 我已經把你穴子裁掉 全都壟斷了 你呀 你就等著破產吧你 那就不老池子費心了 你還是想想 自己的後事 楊建宇 我們走 小哥 不好 外面來了一包公司呢 你個黑 先問你柯哥員工公司 換錢 柯柯鴻鴻鴻 早晚大雷劈 我們是幹什麼的 這種事實做人了 我們找的就是周世昂 你這麼混他 是不是他小蜜 小娘們長得還挺水亮 要不跟柯哥我吧 保證啊 讓你吃香的喝辣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哈哈哈哈 我太知道了 好 正趙正趙 我已經關鍵了 靠靈有什麼用啊 你們公司 確實欠人錢呢 當然 我也體諒你們這種小公司 給不起錢 不如 我就大發慈悲 哎收購了這 看在都是親人的面子上 勉強給你 快去 你這甲方乙方 寫錯了吧 你在開玩笑嗎 鐵人少爺不好了 還沒收購的材料出現了問題 公司的經驗斷練 大家都來用這了 什麼 看在都是親人的面子上 我勉強收購你的公司啊 替你解決那堆爛攤子 你是在開玩笑嗎你啊 公司迷口都被破遊戲了 好啊周氏豪 你這個賤人 你不要連你坑我 明明是你自己複 我一個做手遊的 高價收購遊戲機零件做誰 你我這也有客戶 你要不要簽 簽了吧 你才有活路好 等著 早晚會把公司拿回來 看著看 還管 你還沒給我們欠錢嗎 你 笑 哼哼 滾 你還沒有 憑什麼呀 聽不懂人話是什麼 見到我 就給我躲遠邊呢 周大少爺 不管怎麼說 你也是天羽少爺的親叔叔 你也不能帳的備份高 就這麼對在天羽少爺 不太合適吧 你是啥 他可是公司的副總 孙鹏成 孙副总是吧 正是 作为公司的副总 我有必要 替董事长时时刻刻的想着你 提醒你 有话你直说 你提醒 你给本帅提鞋的 你不过就是我家 饮了一条老狗而已 你打我 怎么 总是打狗 还用挑日子 你打我 就相当于打董事长的脸 你就不怕董事长变回你吗 好啊 要不然你告诉我 看他会不会为你这条老狗 来动我这个亲生儿子 还有 再也在我们以前狗家 我老板你狗腿 请看 啊咱们等啊 啊 爷爷 您身体怎么样 还死不了 爷爷 您要去我做主啊 是不是他 抢了我所有的投资商 你那个主机游戏 销量也就两百万 不做也罢 爷爷 老公 你什么意思呀 我这次来是有别的业务 是好 天宇 我准备将公司的投资业务 交给你们叔之俩 其中的艺人来管理 爷爷 爷爷 我来公司十几年了 公司的业务我最熟悉 把投资部交给我来做 一定能让利润翻好几倍 是啊老公 天宇这孩子呀确实有能力 把投资的事情交给他呀 最放心不过了 我看未必吧 是豪 你也想竞争公司 投资总监的位置 怎么会呢老公 是豪呀 一向不了解公司的事情 虽然对吃喝玩乐惊动 但对这投资的事情呀一窍不通 怎么能把事情交给他呢 是啊爷爷 还是让叔叔乖乖呆在家吧 咱们家也不差多样一个闲人 投资部的事还是交给我来做 我一当上投资总监 先去投资证券股票 让公司大赚特赚 罗天宇 你还真是废物 这种时候 投资证券行业 你什么意思啊 是豪 你的意思是 现在不适合投资证券 长期来看呢 证券行业确实收益的 不过 近期行情处于低迷 国家一新条款 也限制了行业发展 如果咱们现在投资 资金有很大可能的打水漂 那你觉得该投资什么行业 互联网 朝阳的产 发展是投资物 好 说得好 是好 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吗 没错 这些都是我前世切实发生过的事情 可惜我不会跟着任何人 分析的很有道理 看来是时候让你出来替公司分忧了 我决定将公司的投资业务都交给你来管理 爷爷 好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爷爷 叔叔要做投资业务 手游这方面肯定顾不上 把他的游戏公司给我吧 手游这边就不劳你费心了 你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补上你的亏空吧 天雨亏的钱 就不必再提了 是好啊 你要好好干呢 对了 爸 我长期不接触公司 需要一个人来协助 这个很简单 需要什么人 你尽管开口 孙副总就合适 孙副总 刚刚你不还说 自己资历冷头 在公司无人能替代 这么多 当然要交给你乱送 都知道都知道 我可没这么说 以后就辛苦 好了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剩下的事你们聊 爷爷 爷爷 你是多ら je moet 帮我 帮回 勇于 �니다 坐一个 随半 梯 向总 门 哦 胡 帮ler ower 不管怎麼說我也是董事長這邊的老 別以為你坐了一個投資總監 就可以隨時削辱我 我就是削辱你 你現在用兩姊我要的 拿錢幹活 要的 拿東西給蛋 你爭給我嗎 你打我 你等會兒去當公司 把投資部門 所有的投資 都買成互聯網行業 明白 互聯網是天心行業 他前景不明確 人工資金都投進去 會不會太冒險 我馬上去吧 只要你乖乖聽懂嗎 我保證你一輩子都是女生 要不然孫彭城就是你的下午 怎麼了嗎 去吧晚上 別忘了穿那杏仁 來 是 是 是 你 看吧 看你吧 還把這件回來了 大家好 拿的什么呀 这些都是夫人平时 最喜欢的首饰 这珍珠项链不错 去 送给黄家小姐 听说黄小姐肌肤白嫩 戴珍珠最合适 可这是夫人生成时 老爷送给她的 价值千万 夫人平时都不舍得戴呢 既然舍不得戴 那送人刚好啊 安否下去 其余首饰 通通送给明媛们 是我们这就去办 瞧呢 等她投资股票亏空 咱们就把她的公司 全夺过来 是啊 昨天她也太得意了 你再给老爷子 吹吹枕边风 让她这个废物 赚再多的钱 也拿不到继承权 好 拿不到什么呀 周世豪 你怎么来了 这个院子 有我不能来的地方吗 周世豪 你别太得意 这次只是碰巧 让你赚了钱 下一次 毕竟让你血本无贵 小妈的话 让我 你干什么 你放开 怎么 你能和小祖母于轻未了 我就不能 已经想到你风择了吗 你无耻 放开 周世豪我告诉你 你敢往外说一个字 不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周世豪你长死了 大少爷 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张细宜 张细宜 天宇 天宇少爷 你你离我远一点 我已经是你叔叔 周世豪的女人了 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 张细宜 你怎么称她的人了 你一定是被强迫的 对不对 别再纠缠我了 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归天我的了吗 周天宇 大少爷可以比你更有能力 比你更男人 所以你就抛弃了我 你这个十万钟心 你好好说话 我们一直都是上下级关系 从来就没有开始过 你干什么 你说我要干什么 滚开 不要脸的 老子早晚玩了你再开除你 让你睡下水道去 你挨揍没挨够是吗 我的女人你也敢投 你的女人 你不知道张细宜 这是我的女人吗 你这被玩烂的 还这样护着 你是真贱啊 大少爷 你别听他骗你 我跟他从来就没有开始过 我没让他碰我 放心 你的第一次是我拿走 我还不至于 被这个废物的话给骗了 推 一对狗男女 被逼着我教你规矩是吗 放开 爷爷是不会放过你的 是吗 那我倒是要看看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周世昊 你故意对付我是不是 你抢我投资人 抢我女人 真卑鄙啊 对付你 还不必用抢 大少爷呢 公司找我 记住 下一次就没那么轻易抱过你 正好天宇 你们两个过来 你们俩哥大星早在院子里吵吵闹闹的 成何体统 爷爷 这时候他疯了他 爸 天宇不懂事 我再教他规矩 教规矩也要讲究方法 大星早吵吵闹闹闹 鸡犬不宁 像什么话 我知道了爸 您今天来 是有什么事啊 我看今天天气还不错 咱们家去打高尔夫吧 你们两个也不必计较了 咱们球场上见高下 好啊 我可是文明人 自然要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 世豪天宇 你们两个过来 世豪 听乔纳说 你把投资部的十个亿 都买了互联网股票 什么 全买了互联网股票 爷爷 现在互联网股票很不稳定啊 肯定赔 我听说 尽早那十亿的虚拟货币 一下子就跌成了一个亿 损失了九个月 老公 咱们还是把投资的事 交给天宇吧 好啊 抢走我总监的身份 架空我的权利 再慢慢 抢走我的继承权 好手 你少血口喷人 几天的时间就亏了公司九个夜 只让你交出总监的位置 算是便宜你了 是啊 世豪 我们呢 都是为了你好 而且 今天得让我们及时止损啊 既然 你们都觉得我投资会亏钱 那不如 我们打个赌啊 好啊 赌什么 十点整 我手里的股票 会暴涨十倍 你们 敢赌吗 十点 就是还有十分钟 股票暴涨十倍 周世豪 主播都没你这么赌的 你真当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全是傻子吗 是傻子 我知道你不甘心 可你能力有限呀 继续插手公司的事 只会把公司搞垮的 我管自己公司的事叫插手 你可是很赚气 好啊 一言为定 周世豪 要不咱们就趁着十分钟 赌一场 好啊 我要是你呀 你赶紧把股票全都抛出去 几分钟 我能挣一百亿 我为什么要抛掉它 到现在你还在嘴硬 周世豪 你脸皮可真够厚的 一百亿 能让你赚到吗 哎呀 你别生气啊 是好 你爸身体本来就不好 非得给他切出个好歹来嘛 快把投资总监的位置交出来 给你爸认错 大少爷 老爷好像真的生气了 要不你先低个头 生个错 你也不相信我啊 你这个逆子 从今天开始 你退出公司 以后所有的事情 不许再插手 听见没 时间到了 互联网股票 报仗十倍 什么 互联网股票 报仗十倍 大少爷 你是怎么做的 你教教人家 很简单 只要带脑子 就能赢 你 你在骗我对不对 是不是周世豪指示你的 到底怎么回事 互联网股票昨天不是暴跌吗 现在怎么会涨十倍 小夕竹然 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原因 赶紧去查 查清楚之后 第一时间下我会报 公司那边知道 为什么互联网股票会暴涨吗 报告董事长 我们正在查原因 另外 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 公司保管们 已经全部往您家赶了 我知道了 是豪啊 你真的只用了十分钟赚了一百亿 这件事啊 没什么不可思议 大部分人 目光短浅 赚钱的机会 放在眼前都看不到 在投资界 十几分钟 挣个几百亿 都不是难事 我不相信 就算赚钱 也不是你这种废物能赚的 快说 你怎么知道互联网股票一定会涨的 直子 不是所有人 都跟你 是豪啊 是豪啊 你快别跟我们绕弯子了 我们都快急死了 就是啊 你赶紧说 你怎么就知道 互联网股票一定会暴涨的 哼 我自然不能告诉你们 是靠钱是记忆知道的 就算输了 看来得找个好借口 哑巴拉 我看你就是瞎摸碰着死耗子 是豪啊 你这次赚的钱 不会是蒙的吧 周天宇 你也碰一个事 你 行了 都是一家人 不必分那么清 这一百亿啊 也算不到本事 我无非就是预料到 互联网是朝阳行业 虽然 之前行情动荡 但接下来定然就起 买互联网的股票 一定利润翻倍 刚刚出新闻了 是真的 你们看 就算是这样 你也太冒险了 万一出了事 你是想让整个周家 跟着你倒霉吗 输赢的概率 我自然有数 我看小妈 就做个金丝确 公司的事啊 还是别操心了 你该 旅行你的赌约了吧 你的经济娱乐公司 是叫天奇娱乐吧 哎 名字我喜欢 准备什么收给我 是好啊 这天语刚刚跟你开玩笑呢 这价值上亿的公司 怎么能拿来当赌注呢 开玩笑 我看 是想赖账吧 这天语毕竟也是周家的继承人 这天奇娱乐 可是你爸给的产业 继承人 我十分钟 能断一百亿 他一句话 丢掉一家娱乐公司 谁更适合做继承人 还不够明显吧 继承权是大事 你们两个不要为这些事情吵架 老头子还是不肯确定继承人 再踏心 我怎么也留不上周天 这些人他不给继承权 我就自己拿 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杨娜 你带着天语区公司 尽快把天曲娱乐交给世豪 爷爷 那是您给我的公司啊 高家人愿赌服输 快去 这是你爷爷的 走 世豪啊 你这次做的投资 我很欣赏 但是你赚了一百亿 要招到公司来 老爷 这可是大少爷全部的投资收益 爸 这一百亿 您全拿走 您想知道什么原因吗 我猜 那些个投资大鳄 要是知道我这个废物二世 能挣一百亿 估计都会要我死 到时候出门 可就是我的今日了 没错 这些做投资的 个个都是王八蛋 他们为了追求利益 负责手段 所以 我有个想法 你说 我对外说 我能赚一百亿 是因为背后有一个高人 我也是个干活的 背后那个人就叫 这些人 一 好 这样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既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又可以专心的赚钱 我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件事情 我来帮你宣扬 是好啊 刚才 听你说话的意思 你想争夺继承权 这个事 各凭能力吧 现在来看 以你赚钱的手段 的确有继承家族的能力 但是 官有能力还是不够的 爸 你有话直说就行 每一个世家 要想成为继承人 都要内有手段 外有强缘 你现在 就少一个强缘 正好 我帮你找到一个 黄家的黄老爷子 年事已高 他想为他的孙女黄梦瑶 找一个东床快序 你看看 怎么样 你和黄梦瑶联姻 以黄家的实力 做你的外援 你做继承人 就没有问题 爸 我没意见 都挺 但是 婚姻毕竟是大事 你要不要和梦瑶 见一面 培养培养感情 联姻是利益交换 见 就没必要了 好 这才是我周厚德的 儿子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我现在就去找黄老爷子 商量联姻的事情 怎么了 恭喜大圣获得万元 你周大吉成人又见了 你想多了 黄家家畅业大 但你很轻的 很丢了 老东西 只不过是把我当成工具 令我去同女同家财产 他认定的继承 只有周厅 可老爷他为什么 这么天堂天语上演 天语的父亲 也就是我那已落实的大哥 是老东西最喜 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难成 老东西 为了有人给他做免费的管家 就取了我母亲 等到大哥结婚生子 与他分担事务 我母亲做了一起死 所以我和我母亲在他演 他只不过是可用的工具吧 周天宇才是他真正喜的意思 原来这中间 还发生这么多的事 可这些事从来没有听别人提起过 这件事前世的时候周厚德隐瞒了我几十年 直到他死前才被曝光出来 你又怎么会知道吗 家丑不可外扬 我母亲死的事 在你 都在窗户下 全家上席 每一个人对我母亲找一手 可怜的事 既然这么卑鄙 我只知道乔纳是天宇少爷介绍给老爷的 我没过了多久 他就成了老爷的未婚妻 何止是介绍 他可是周天宇 从今的女孩 原来还有这层关系 怪不得 他一直帮着天宇少爷 老东西这次准备先让我通病皇家的财神 再让周天宇继承财团 他这少爷是真心 大大少爷为什么不要答应我呢 怎么 你这是吃醋了 没 记住 你只是为了一只 你这资格一起告诉资格吃醋 大 我知道醋了大少爷 我现在火气很大 帮我去去活 这 快点 农年还得一大 去建设公开一个公司 天宇多公司的是很利益 每年都会得天宇上爷介绍大部分 现在公司的副总教教练 是共产党的 lid 成为了 也是天宇少爷重点培养的 挺好了 現在公司從上到下都是 傲人投進 聽懂嗎 是我剛剛說錯話了 同樣的話 我不希望聽到第二點 保證不會再犯了 走 卻混合就知道 董事長怎麼這麼糊塗 現在把天徐落交給周氏豪 他可是出了名的廢物 沒辦法 誰也沒想到 他能通過互聯網股票 賺了一百個億 就是說 他這個人能力很差 這麼遠的成績 不像是他能坐著 他那個廢物 怎麼可能靠自己賺一百個億 我聽說 這背後有個賊先生在 哦 原來是這樣 對了 您這次過來有什麼吩咐 周氏豪馬上就要接手天氣娛樂 你是公司負責 我希望你明白 該怎麼做 夫人放心 我在天氣娛樂七年 也不想公司落到一個廢物手中 我一定會早早的讓他把權力交出來 是哦 看來 我讓你失望 是好 你怎麼來了 大致的把公司收給了我 我自然是來介紹公司的呀 我們剛才說的話 你都聽到了 該聽的 不該聽的 我都聽的 可是啊 沒想到 我平時裡對小媽這麼關係 你居然在背地裡合謀害 周氏豪 婦人肯成你長輩 你想幹什麼 呦 這兒還有人呢 我是天啟玉的副總 周記 你 你幹什麼 北少只是好奇 天啟娛樂公司選副總 是不是心甲心甲 你 你知不知道 這家公司已經是我的了 我知道 既然知道 那你這個當下 來的長得敢跟本上這麼說話 既然知道這家公司是我的 本上還是勸你 招勤你那些不該有的心思 替本上好好做事 你說呢 我知道了 張歇怡 愣著幹什麼 還不快何周做到 去熟悉熟悉公司 以後這家公司啊 回你 是 熟悉熟悉 熟悉 怎麼 還有其他事嗎 沒有了 小媽 你要去哪 就是好 你別亂來啊 小媽今天是 我全部不會讓別人知道 你 你走開 小媽 你說 在哪兒子 是我 狗 你冷靜一點 這裡是公司 如果讓周建知道你對我會 他一定會告訴你爸的 小媽這是在反省的行為 那樣子 小媽對我並不舒服 我是你爸的未婚妻 你別太過分了 更過分 在後面 你別太過分了 就是好 就是假裝來 找你剛好一半 你就死定了 我小媽要小點兒 趕快點兒 你啊 就是 晚了 就是好 你要是亂來 我已經走你一把 讓你離開公園 往後入院 小姐小媽 接受我的力還之後 我不會叫住手的 哎 快點兒 你們 誰讓你進來的 我來送份文件 出去 夫人你沒事吧 聽不懂這話嗎 出去 不是 我剛才看到你們 我在給我小媽按摩 不行了 夫人 好 周副總 我沒事 你先出去就好 那好吧 我就在外面等著 有什麼事 你隨時叫我 這下 現在 沒 警 你別再亂來了 周靖就在門口 對啊 周靖就在門口 所以我這邊小媽還是小點聲 別讓人聽一聽 要求他在床子 我 下次記得 他手穿的 你 你不動我 我還沒有變態到 在辦公室對自己的小媽弄事 這次就當給你教訓 你 你耍我呢 那樣 不過 要是下一次 你還敢在背地上 你怎麼害 怎麼那麼容易過關 夫人 還愣著幹什麼 進來啊 您找我還有事 該叫我什麼 總裁 剛才 你看到什麼 我只是個打工的 你們財閥之間的事 我不懂也不參與 以後如果有工作上的安排 吩咐我一切照做 這麼 我聽說 你可一直都是周天宇的心腹啊 我只是出來工作的 誰給我開工資 我就是誰的心腹 嗯 聰明的女人 希望 你能一直做 是 哎 幹什麼去啊 我去拿文件 給張秘書送去 別急啊 我先辦一遍 正式 沒想到 周副總身材這麼 要不要晚上 去 加個班 請你自重 既然周副總不願意 那我會有點正式 正式 我們公司主要負責推送藝人方面 周副總 有沒有新的意想 哪位藝人 有錢 有 公司最近來了五個準備選秀的女孩 準備集中資源推一個 總裁要不要都見見 資料 現在公司有兩個重點關注的對象 一個清存型 是個新人 沒什麼經驗 只能演笑原句 另一個風騷鞋 身材曲線特別棒 經驗豐富 系路非常快 看起來 比想補個風騷的 對 他的系路非常快 公司短期內 回報收入會特別快 就推他 他 可是推他的話 公司回報率太低 等你坐到我這個位置上 再來教你 我當然是知道 清純校園徐哀鬥會大 而熱鬧心 已成為過去 這件事 我需要一個解釋 你再質疑 作為公司的副總 我有權過問公司工作上的事 從現在開始 你沒證據 你要限制我的權利 這未免太霸道了 我做事就是這麼霸道 如果適應不了 可以 我時間不多 給你三秒 去 或者留 你自己決定 三 二 一 我留下 周副總 果然是個聰明 我越來越小 我會立刻花一個藝 捧清純行李哀鬥 但我依然保留我的意見 認為熱辣行 才會有更大回報 既然周副總 這麼堅持自己的判斷 那我不賭 賭什麼 就賭 清純行李哀鬥的 本資量 怎麼賭 賭他的本資量 到達五千了 如果我輸了 以後 我絕不再插手公司任何事 如果你輸了 就代替張仙怡 當我一天的生活秘書 怎麼樣 好 我答應你 那周副總 可要做個心理準備 當我生活秘書 只是要連身體光臨 所管的 我不認為我自己會輸 是嗎 那我是我 京報新聞 天驅了一個一炮明兒都一雙雙 只是一雙雙較勁 有這麼一炮明兒 這天氣 你們換了一個億宣傳 新聞引出來了 看來這周靜 不僅臉帶飄 半上笑了 有這麼一個平平無奇的女愛的 好現在都不看好 你直接投了一個億 不會太冒險了什麼 冒險啊 是男人的體驗性 局局一個億 跟著您的氣 我剛投資公司 上來就投了一個億 難道是想 增加爭奪繼承產權的機會 老東西不給我繼承權 我當然要自己爭取 我投資成功的項目越多 搶奪繼承權 我就越以低氣 可就算是這樣 你也沒有必要跟中慶打斷 難道這個秘書 實在不得了你 你不覺得 那種極懊不虛的職場 你強人 比你這小秘書更不征服 哎 嗯 嗯 周副董 剛分開不久 怎麼 又想我了 嗯 晚上八點 讓他在飯店等我過去 曲曲一個導演而已 你有票情再去見嗎 想奪繼承權啊 不能光看實力 還要有人脈 眼下 就是最好的機會 再做到這個節目 沒想到周董 我給愛你投了一個月 來我敬你一杯 上公司的愛董 我還有五千萬元 啊 當然 當然 對不起我來晚了 周總好 李道好 一雙雙 快坐在周總旁邊 來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兩位呢 這是我公司的女藝人 一雙雙小姐 還有趙嫂小姐 趙嫂小姐 系統比較寬 你倒啊 要合適的角色 還要多多考慮她呀 你一定 一定 我剛接手公司 清純玉女 叶雙雙 曼文 不如一見 周總過獎了 我可沒過獎 前世 你可是我的女神 沒想到 這輩子 能見到真人 周總 不是你公司旗下的藝人照照 您叫我雪兒就好 來 我敬你一杯 好啊 你 周總 人家看起來 趙爽 和周副總關係很好 啊 也沒有吧 我這個人 最討厭夾旦西 我今天請的是夜双双 周副總 把趙爽帶來 是什麼意思 哎呦突然想起來 趙爽小姐還有個採訪 我這就在那兒過去 嗯 嗯 早就聽說周氏豪是個花花公子 現在看來果然不正經 一見面就直勾勾的盯著人家 還愣著什麼 怎麼快進周總一個 多虧了周總 為咱們提供了一個億的血善資金 周總我敬你 沒什麼 昨晚 你是嫌棄我的孩子嗎 沒有呀 叶双双小姐如此漂亮 我也是为之勤劳 我一定好好对你不出三天 一定火灭大江南北 多谢你 看着清楚 实际我看骚得很 看见面就勾走了大少爷的眼睛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叶双双啊 摇条兄弟君子好亲 那叶双双 一定要好好陪周总多喝几杯了 你们是一个公司的 我再多说就显得多嘴了 我有个问题想请求追踪 叶美女有话可以直说 公司有那么多有经验的美女 您为什么会推我呀 如果说我花这些钱 只是欣赏叶美女 你信吗 周总您就别取笑我了 就算是一线大明星 你也是一个电话就可以布置 即来周日即去的 您怎么可能为我偷 是啊 周总您就别说笑 李导演认为我的说笑 好吧 那我就不开玩笑 夜内那些草包 普遍认为热辣心女爱豆 会一直受粉丝追讽 可我认为 大众审美会有疲乱期 新闻型女爱豆 才是未来发展 而叶双双你的粉丝量 三天内就不足够 五千万 我五千万 怎么 你不信 我相信公司和领导 我再敬周总一杯 你花了一个亿 在我们综艺上 让叶双双出道 也是给我们综艺提供了大大的方作 周总我敬 周总这么看好叶双双 不如你们喝个交杯呀 好啊 周总 周总 我一个素人出道了 真的会在三天有五千万粉丝呢 真的会在三天有五千万粉丝呢 周总 我一个素人出道了 叶小姐是对自己不自信 还是对公司的实力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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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 我只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所以觉得 这种一夜报好的事情呢 也太会出现在我身上 既然叶小姐不相信你 那不如我们签一个对赌协议 对赌 可我没有什么赌注啊 如果三天内 你的粉资量没有达到五千万 那出道以后 你的所有信 公司奔的出去 才为你免费提供资源 十年 相反 如果突破了 你要和公司签十五 近些前五年 咱们的新潮增成 我爸 你爸 周董这是要把我签死在您公司 而且 还是打白宫的死期 这就看 叶小姐敢不敢为吉普一了 好 这个赌约 我印一下 叶小姐好破例 张仙怡 你去把合同赌约 是 你们等我一下 我去趟洗手间 周静 你到底有没有再听我说话 周静 周静 你到底有没有再听我说话 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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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是怎么想的 我堂堂黄大小姐 黄氏集团的继承人 爷爷就要让我嫁给那个废物 周静 你可是我闺蜜啊 快跟我说说 他那个人平时都怎么样啊 他 他 他在公司和传闻中很不一样 上位者气息很重 强势霸道 我太太身边 大气弄的感情 就他 还上位者 如果不是足够强势 一个很路人型的训统女IDOL 怎么能得到一个罪的性纯 那女IDOL是她的朋友呀 在夜里谁不知道 像这种青春型 一抓一大把 很容易扑街的 嗯 他还果然是个废物 怎么 嗯 你有别的打算 我一定要退婚 那你可要小心啦 他这个人 色胆包天 震动你 一定会移不开眼睛的 讨厌 乌鸦嘴 我先走了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话 不是干我问的 你不是不動手嗎 我願意照說你待在那 我才得帶走的 現在幫我閨蜜 先了解就不行嗎 對 但你為何要說壞話呢 你都聽到了 周總 我不是故意要說你的話 周氏好 這裡是公共場合 你幫我跟重一點 周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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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你也有微鏡 那種 我留下來 趕不坐一 走開 走開 你再走一遍 我一定不會說 一定 你剛剛 看到了什麼 我我我什麼都沒看到 坐 少爺 您怎麼去那麼久啊 周總 我再見你 好了 今天啊 不剩酒類就到這吧 那我 和你回酒店休息 你 這就錢 月少爽 你一定要照顧好周氏啊 哈哈哈 大少爺需要我進去嗎 把房子給夜勝勝就好 你先回吧 月少爺 夜小姐 今天麻煩你了 我 不知道 第一次做這種事 我之前 就是個小透明 沒有機會見公司高層 參加這麼久 去的 如果你今晚表現的好 我保證 以後都不用做這種事 謝謝祖宗 我愧是青春玉女性 跟其他類型完全不同 周總你醒了 到了 我吃飯東西 不著急 我先給你吃點餐 你走 好像大家都 rip 你吃點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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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點餐 我吃點餐 吧 去嗎 我吃點餐 你吃點餐 你吃點餐 这卡里有三百万 你拿着花吧 谢谢周总 大少爷 你终于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老爷他知道你投资女艺人 一个亿的事 现在这种大发雷霆 你赶快想想 一会儿进去怎么交代吧 我刚给老爷他挣了一百 不可能因为一个亿而生气 这件事有猫你 走 看看去 看看 胡煌 周九 周城 你还有脸回来 都被你丢进了 哎 天语 你敢打我 大侄子 我有没有交往跟叔叔说话 要归归居居的 就凭你也别做我的叔叔 过了今晚 你就要滚出柱角 哦 我就猜到 你又想出了阴谋诡计来害你 我害你 明明是你自己找死 周天宇到谁找死你 是好你快放开天宇 你这样会把他给勒死的 放开天宇 你们两个亲疏直 大打出手 成何提投 后期说的对 可惜这次 不是我最惹事 好天宇是晚费 你别跟他计较 我的好大人 你可要小心点 要是死在我前头 周家的所有家长 就告诉我 好你给我等着 我早晚弄死你 啊 你这么着急找我回来 有什么事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 黄氏财团的董事长 黄孟杰 黄董事长叱咤商场五十年 你要多多向他学习 过奖过奖了 这位是黄董事长的孙韵 黄孟瑶 也是你联姻的对象 黄老爷子安康 孟瑶小姐 初次见 孟瑶 不得无礼 啊 白事白事 孟瑶小姐 以后毕竟是我未来的老 对非他老 自认识包容 你胡说 谁是你未来老婆 你可别乱说 爸 您这次找我 是有什么事 是不是 足足花了一个亿 包装一个女爱豆 没错 我只是简单投资了一笔生意 爸 你也有兴趣 糊涂 区区一个女人 值得你花一个亿吗 是好 你糊涂呀 你要是做的正经投资生意 这钱坏了就花了 可你这是在胡呢 老公 你别太焦虑 这世豪在工作上没有经验 你也不是第一钱之王 小妈这话 说的好巧 料不小吗 去办公室教教吧 工作 这是有人 匿名寄给黄老爷子的照片 你怎么解释 我以为多大的事 原生 爸 寄成照片而已 何秀 什么叫几张照片而已 当初让你进娱乐公司 是让你去学习经验 没想到你居然去泡牛 我可是听说 这种青春女爱豆 街上可一抓一大把呀 咱也不知道这叔叔 她是什么眼睛 还花了一个亿来泡她 真是大手笔啊 你的意思是 承认我能把你跟路人同 对吗 你 我妈的你偷换概念 是好啊 不管怎么说 你也不能乱来 就 那姑娘的模样 能有人洗 本来要和黄老爷子商量 你和梦瑶联姻的事 这倒好 在这街骨眼上 出现了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 你让我们周家的脸面往哪放 兴许啊 也没那么严重 会许是好 是把人陷害的 嗯 爷爷 你就别给这二十足开脱了 你看看那照片 看看那张脸 拍得那么清楚 那张脸可做不了假 没错是 你 爷爷 您都听见了吧 他都亲口成了去泡女明星 都是我的错 怪我平时啊 太增容是毫了 我早该管叫他 老公 你不会怪我吧 是他自己废 怎么能怪别人 多亏这些照片 没有流传出去 否则 我们周家就成了天大的笑话 哎 哪家好呢没错过这种事 怎么到了咱们家 就成了天大的笑 你说的那是什么话 看到这个照片 你就不感到羞愧了 我为何 你这个意思 少爷 老爷是真的生气了 赶快跟黄小姐好老爷 歉 我看也不用道歉了 我要退婚 我黄梦瑶 绝对不可能嫁给这样的花花公子 什么退婚 黄老爷子 你有什么想法 男人吧 又是在商场上 这很正常 不过 为了泡个妞 花一个亿 确实太荒唐 老爷子我啊 不敢把孙女 嫁给这种人 周世豪 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好事 现在都被上门退婚了 你 怎么办 黄家可是三大胎团之一 他们要是退婚 对你想可大了 他们其实 急得 你的手 嗯 为什么 如果联名失败 老爷子通定黄家的愿望 我叫黄 现在黄家来退婚 老爷子自然是真心 嗯 好好好 老爷子 是好 也是一时无路 这件事情 要不我们再商量商量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黄孟瑶就算是死 也不可能嫁给他 那 我就聽夢瑤的吧 太好了 等皇家一退婚 周氏豪少了助理 我看你跟我怎麼鬥 這樣讓氏豪入贅皇家 從今天開始 讓他給你們皇家當牛做馬 說什麼 混贈 你這是什麼語氣 入贅 這主意好啊 叔叔 以後我應該叫你 皇室好了對不對 我回家 風圈出去去 周老爹 我看 這兩個孩子沒緣呢 逆子 你還不快給皇老爺子跪下 保證以後再也不會荒唐了 不會 你 你這個逆子 爺爺 您都看到了吧 他幹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 還敢跟進頂嘴 就這種人 怎麼有資格做下一代的周家家主啊 好 你還不認錯 我認什麼錯 好 你既然嘴硬 那我就讓你死個明白 這個照片上的男人 難道不是你嗎 是我 你是不是花了一個億 包裝這個女人 我這 是投資 投資 據業內專業人士評估 這種類型的女生 他就不肯蒙火 你花了一個億 是不是打水漂 不肯蒙火 天宇 我問你 這種類型的女生 通告費最高能有多少 我看呢 一年 也就一百萬萬吧 你用一個億 換一百萬 還說不是為了泡妞 你是要欺負我呀 我只是為了賺錢 世豪啊 你平時欺負天宇也就算了 今天明明就是你錯了 你還不趕緊認錯道歉 嫂 你少給我口罵 這個話 我不希望聽到第二名 住口 沒大沒強 你還有臉說 花一個億回收一兩百萬 你說這是賺錢 周世豪 你是把我們在座的所有人 全當瞎子嗎 大家對你說的沒錯 你們這群人 就是沒有眼光的睜眼瞎 你 行了 你們家的事 你們自己處理 今天這婚 我是退訂了 孟瑤啊 婚姻可是大事 要不你再考慮考慮 世豪 是有做的不對的地方 但是 我沒什麼意見 王家退婚 是他們這輩子最大 王家損失什麼 一個只會花錢酒地 花錢泡妞的敗家子嗎 周老爺子 孟瑤是我的唯一孫女 這是 我得聽他的 老爹 就算咱們兩家不能聯姻 仍然呢還是朋友 生意上的來往 該有呢 還是有 爺爺 你跟周世豪這種人客氣什麼呀 既然我們已經退婚了 這個地方 不是一秒鐘都不想多呆了 老公 你快說說世豪啊 世豪 還不趕緊道歉 我道歉不歉 放肆 你還嫌惹的貨不夠嗎 你快放歉 我說過 退婚 是他們皇家最大的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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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我的話都不聽了 叔叔 你是要笑死我嗎 還讓人家有損失 就憑你的草包的能力 還是你這冤大頭的名聲啊 世豪啊 都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了 你怎麼還死不悔改 張欣怡啊 你說 如果夜双双火了 他們是不是又是另外一個 他上線 還記得我們遊戲上線 和股票大打的時候 他們的嘴臉 等看到我們賺錢之後 再打理的時候 是不是正 你這樣的事情難以預測 明星流量 可是一直有數據支撐的 遊戲也有數據支撐 最後你還不是血本無歸 張欣怡 你信不信 如果三天後 夜双双漲漲本五千萬 通告費上億 他們就又改了大錢 您是說 夜双双他真的能活嗎 那是當 這個事情是發生的事情 自然不會錯 周世豪 你別再搞笑了行嗎 你真當我們在座的所有人全是傻子嗎 就那麼一個女人 也就比我那個秘書 好看這麼一丟丟 拿什麼火你告訴我 我說能活 就 那行行 那我就讓你徹底死心 把 周靖找來 他是專業人士 讓他說說 你捧的這個女人 能不能活 所以你 董事長 周靖 你是文宇的職業經紀人 你認為 這個叫夜双双的愛鬥 能不能活 喂董事長 我認為 一雙雙不會活 周靖 你說的是真的嗎 董事長 雖說四十五絕對 但是像一雙雙 這樣類型的女生來說 大概率 所以周少 你這是讀書了 周世豪你聽見沒 連周靖這樣的專業人士 都說你錯了 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其實你就承認吧 你花的一個藝就是為了泡妞 雖說 這個女生長的也不怎麼樣 不過沒事 我不會嘲笑你 果然啊 這越沒本事的人 越嘴硬 周氏豪 你不僅沒本事 你那副死要面子 活受罪的樣子 更讓人討厭 我黃夢瑤 這輩子都不可能嫁給你 就這兄大無腦的女 如果不是這個連夜 我都不會跟你多說一句 你 爺爺就周氏豪這種素質 我才不要嫁給他 周氏豪 你就等著被退婚吧 你惹怒了皇家 越會對你不利 到時候 我就把你踩在腳底下 周氏豪 既然你這麼自信 我們再打個賭怎麼樣 好啊 賭什麼 就讀女愛都耶雙雙會不會活 如果你輸了 就把我的娛樂公司還給我 那我要是你問 我還有十個億的資產 如果我輸了 全都轉給你 周天宇啊周天宇 這是你說的 可沒別人逼你 這麼多人做賬 可是賴不了賬 誰賴過你的賬 是好 你別太得尊敬吃了 這天宇對你的誠意還不夠嗎 你什麼意思啊 這是覺得啊 要我的人太誠 周氏豪 你不認清事實也就算了 反而一錯在此 只會讓人更看不起 我看呢 全的人是你才對吧 你也想 打賭 好啊 賭就賭 我相信周健的看法 周氏豪 如果你的女愛都可以找分五千萬 公告費一個億 我就天天給你端茶倒水 相反的話 我必須得退婚 你必須得在全市發表聲明 說你周氏豪配不上我 被我退婚 行啊 我身邊正缺一個 跨個別身壓 李正女士 你講的可真美 氏豪啊 你太誠動了 你一個老大不小的人了 你這事業上總虧錢 這婚衣上還做兒戲 你這不是給你爸添堵嗎 那就是慕 啊 周氏 豬大神 周氏 豬大神了 你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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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藝節目的導演嗎 你們的節目 現在應該在直播是吧 怎麼樣 一個觀眾都沒有吧 什麼樣 觀眾才會看你們這種破節目 莫士豪 我早就說過 你幹麼成什麼事兒的 我看你還是等著發聲明吧 不是 我們的直播 已經成了 我幫幫幫 和華記報第一 而且 觀眾才會 不斷的增加 葉雙雙的水分量已經出過 五千萬了 什麼 五千萬 我就說嘛 葉雙雙一定能夠一夜成名 成為全民偶像 五千萬 他的粉絲量真的五千萬了 對 既然是好消息 你著急忙慌的做什麼 葉雙雙現在太搶手了 好多大導演都出一個億的片酬 約他拍電影 他們 現在也不知道 救藝人是誰 所以讓我來找你聊聊合作的事情 拍個錘子 葉雙雙繼續上綜藝 接待人 十天後 通告費 能達十個億 十個億 怎麼可能 你瘋了嗎 少爺 您是說 十天之後 我們有十個億的利潤 難道很難嗎 是好少爺 按照分成 一雙雙賺十個億 你能分八個億 不 是十八億 還有周天宇說給你十個億 我 我什麼我 剛剛可說了 這麼多證人 你可少不了 你 你 是好啊 你看你 一個長輩 跟晚輩計較什麼 這天宇啊 是跟你開玩笑的 是吧老公 對呀是好 天宇他就那十個億的積蓄 要是都給了你了 他就什麼都沒有了 再說 你這樣 也對不起你死去的大哥呀 爺爺啊 雖然我父親不在了 但是我一定會替我父親好好照顧您呢 謝謝你父親 還給我贏苦肉親 周世豪真過分 這不是欺負周天宇嗎 我自然會替大哥照顧父親 至於你周天宇 你知道我的事 如果哪天 你缺個胳膊斷鳥頭 乖 爺爺 世豪 看在你大哥的面子上 你就放過天宇吧 我還是那句話 你知道我的事 你最好乖乖給錢 否則 你知道 小祖母啊 你叫小祖宗也沒有 都告訴你了別衝動 願賭不入 乖乖給錢吧 好 我明天給你十個億 好 我的好大侄子 你可是我唯一後輩 我還要替我大哥 好好照顧你 放心 我絕對不會對公事的 不過我還是很高興 你能信守承諾 給我十個億 你 哎天宇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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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周世豪 我甭會放過你 是嗎 那等你有這個本事的時候再說 我 現在 輪到你了 你想幹什麼 你什麼時候 當我聽話的貼身丫鬍 我 爺爺 周上 夢謠都不懂事 跟你開玩笑 你看著我這個老頭子份上 然後我才這一次 當然我會給你提供二十個 商業資源 當作你的補償 好啊 老爺子都開口了 我自然不能不敢 做 錢就免了 老爺子的面子還是要 黃小姐 你應該慶幸 沒有辦法 給你 你 這次只是你的運氣好 我相信有下一次 我一定能贏你 什麼 黃小姐還想跟我 不過我對你興趣 有本事工作上見分曉 你什麼時候 你有個屁的能力 誰不知道你是靠背後的這先生 我要是有這先生的幫助 我一下能賺兩百個億 嗯 痴心妄想叫你這智商 就算你這一些人 撐死了 更可憐的錢 這時候你給我擋住 我一定要把被星人給挖過來 好啊 我擋住 我們走 鄒少 我就趕緊回去了 幾個都還等我回覆呢 還有直播再直播 我還得盯著呢 好 加大宣傳力度 全部告 隨時找公司才無知 好的師傅 沒問題 我早日啊 要夜双热匪斯啊 不過一個夜 哈哈哈 夜人的工作我也要盯著 我就和李導一起去 不必了 周副總 你還有更重要的工作 這李導看起來好激動啊 算作是你啊 肯定比他還開心 哎 張信儀 我記得你是學金融專業的 對吧 那到時候 我再開一家金融給你玩玩 真的嗎 周少 金融公司的水很深 不是玩玩就能做好 那就不需要周副總操心了 你現在應該關心的 是另一個問題 你還記不記得 咱們兩個的讀約 記得 那 你不會像周天宇一樣耍賴吧 周創說笑了 這是我耍賴就能耍賴掉的嗎 周副總果然是聰明人 我就喜歡像周副總這樣 一點就透的 你可以下班了 接下來 會有周副總代替 當我一天一夜的生活秘書 知道了 周師傲 周師傲 你你要幹什麼 你馬上 周師傲 你這個燈徒子 你敢欺負我閨蜜 黃孟遙 怎麼又是你啊 你確定周靖 不是心甘情願被我欺負嗎 你說對吧 周秘書 秘書 周星明明是副總 什麼時候成你秘書了 你問他嘍 周靖 你什麼時候成他秘書了 我和周總打賭輸了 要做他一天秘書 打賭 周師傲 你怎麼又打賭啊 你賭個沒完呢 周靖 這種人不用理會 咱們走 周靖 你愣著他嗎 走啊 如果就這樣走了 以周師傲的性格 他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而且說不定 還會牽連到孟遙 到時又牽扯出不少事情來 孟遙 我還有工作要做 你先走吧 什麼 你不跟我走 願賭服輸 我留下 可是萬一 孟遙 你放心吧 我會保護好自己的 不會讓他欺負我的 好吧 周師傲 你給我聽好了 你要是敢欺負周靖 我黃孟遙這一個不放過你 你給我記住了 嗯 挺漂亮也美人啊 可惜就是脾氣 周總 孟遙他性格就是那樣 他沒有惡意的 你擔心我報復他 你大哥放心 既然我和他已經退婚 自然就是情水不犯河水 我自然我會在意他 周少 老徒子我 還沒有答應你們退婚呢 你呀 還是我們皇家的孫女婿 老爺子 您的意思 我不太懂啊 老徒子我 眼珠 沒看出啊 你是人中龍鳳 你這個孫女婿 那可是跑不了了 老爺子啊 婚約不可強求 您也別太為難我呀 周少啊 老爺子是否能邀請你到廣順心 吃口茶點啊 老爺子的面子哪能不給啊 行 好 走 走 沙浩 你一直說你的成績就是 沙先生 就是你的幫忙 老四個我認為啊 沙先生 就是你 王老爺在說的沒問題 我就是這件事 李先生 李先生我認為你是個玩虎的地 不過剛剛我看得清清楚了 你運出威貨 調理清新 我就知道 你這個人 不簡單啊 老爺子 您過獎吧 你一手 攪動股票市場 輕輕鬆鬆的獲得了一百億 一手掌握娛樂市場 你這個年輕人 潛力無限 周少 你說 我為什麼把孫女嫁給你 王家現在後勤無人 只能和周家聯名 還強大自己 嘿嘿 你真聰明 頭門聯銀 本身就是生意 而你情長 那是其次 他 一直認為外界傳言的 你是個廢物 一直想廢物 我呢 就只有這麼一個孫女 一直很教官 所以我今天 先陪他來退婚 不過呢 不過什麼 不過我決定 這婚 不能退 孟瑤 必須嫁給你 孟瑤嫁給你 他會更幸福 王家 也會更好 老爺子 那我能獲得什麼 你能獲得更多 這個呢 周家的繼承權 哈哈 你不用用這樣警察的眼光看著我 老爺子我 赤茶商場多年 施嫁的事我都知道 我既然肯把孫女嫁給你 自然我會把你的家庭調查得清清楚 嘿 哎 果然 江排是冷的 滿輩啊 著實 這麼說 你願意 去孟瑤了 願意 我當然願意 每人和江山同時擁有 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自然也是一樣 哈哈 那好 以後孟瑤和光家 那就拜託給你了 老爺子嚴重了 我還要許個事情 想向您的 有什麼 你可以直接的問 照片是誰送的 孫峰城 我 孫峰城 周家之前那個副總 你們倆之間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這件事啊 你最好調查得清楚 好 那就多謝老爺 說什麼謝 來 合唱 沒有什麼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老爺子 你們 好 喂大少爺 調查一下孫峰城最近的動向 尤其是最近 他在和神界裡 收到 孫峰城 天堂有路由 地獄無能 一闖鏡子 你可別怪 那少爺有動向了 最近 他在和天宇少爺見你 周天宇 果然是 為了搬倒我 你可真是煞不苦心 那咱們就看 最後 誰死的動作 向周天宇施壓逼寨 向周天宇盛 幫我解決生物需求 有麻煩 你想幹什麼 這不方便 跟我來 哎哎 愣著幹什麼 進來 你 帶我去幹什麼 帶什麼來酒店 當然是要去幹什麼 你不敢進來 是怕我吃的 鄭律祖 你一個雷麗風情的女強人 膽子這麼小子 倒是可以 哎 哎 幹什麼 哎哎 啊 當時是幹的 放開放開我 哎 哎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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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今天我們再見 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你是誰啊 我才沒有 瞧呢你快給我衝不成你啊 我能死的你 你鬥成他的了 他是鬥不過這樣的 那你的意思是 你不是有一個軟件公司嗎 既然他周氏好想要借 那你就把軟件公司 這個雞保盆給他 我那個軟件公司他早就 哦 我明白了 就是因為這個公司爛到底了 所以才要給他 對 他別說咱們沒給他錢 嗯 是咱們給了他接不住 這能力不夠怪不了別人 高啊喬呢 你這招實在是高啊 我這就去吧 周氏好 你鬥 我這就去吧 這 飯 你別看了 我沒碰你 這是公司的新項目 你趕緊找人去辦吧 王超越 父親 胡美儀 這些都是你昨晚我也寫的 沒錯 沒想到 你還會做策法方案 那你還會做策略嗎 我相信公司的市值 能增長十倍 你做的事很好 但也不至於 讓公司的市值一年增長十倍這麼多 那我們打個打 如果我做到了 昨晚你未完成的事情 你要總共同提出 如果我輸了 我把你給我公司送給你 好 這就去實行方案 我不想到我 不過我不想到你 如果我輸了 这几个女爱走 放算前世 可是迅速果变大江南北 这也是加少 熟后的资金操作 超越前十多倍 他是必然的事 究竟你属弟 你用了圈方面也算是文特 接下来 该跟他切一下 说话 周定那边十个亿 那边怎么说 还 还你 又不是耍赖 谁要耍赖啊 周氏好 区区十个亿 值得我这个周家少爷耍赖吗 好啊 那还费什么花 给钱吧 周氏好 我给你一个价值十三亿的工资 怎么样 哦 原来是没钱 那你还神奇个屁啊 周氏好 你别太过分了 天宇能给你价值十三个亿的工资 已经很不错了 乔娜 你这个小祖母 和你的好大孙 关系是真好 我只是希望你们输之和睦 好一个输之和睦 张欣怡 周天宇的公司 真的市值十三亿 是的大少爷 据我了解 这家软件公司 确实市值十三个亿 行 周天宇 那我就勉强收下 不过 要是再有下次 我绝不请 张欣怡 去签订公司转让合同 马上接上公司 是 你找我 谁唱这一句 行 你等着 大少爷出事了 怎么来说 我们被骗了 我刚去买间公司 公司里的骨盖人员 已经全部离职 而且公司照顾上 还有八千万的债务 我就说他周天宇 怎么会这么多虎气 原来在这儿是 这就去找周天宇套个工的 别去了 还有呢 周天宇竟然敢这么做 必然不怕我去找他 所有明天了 去了也没有 难道这肚灰我们就去了 张欣怡 你觉得本大少 会是没有吃亏的人吗 我周时豪 非但不吃亏 还要狠狠打他们的脸 那大少爷 您的意思是 这家公司 很有结合 重新招人 重新重资经历 那这样 公司就能起死回生 只要每个环节做好 一定 这家公司 全全交给你负责 我 我不行的 行 按照这个方案之行 你 今天 张欣怡已经正式接手 周是豪那个商购 他上账了 接下来 咱们就等着看他吃大葵 说 以这周是豪的性格 他要是知道 这公司背负八千万的斋垮 一定不会删网甘休的 接下來他一定會有新的動作 大少爺您這是要開發新軟件嗎 互聯網時代開發軟件的行為 我早就有 這個全民任務的 app 他能賺錢嗎 早點 也就是說 讓網民的下載註冊 任務 app 上傳自己跳舞的視頻 增加用戶的點擊率 跳到一定階段就能賺錢 那我們靠什麼盈利啊 到時候 你就知道了好 我這就派人去做 就 還好情勢對人家有些關注 現在做起來也不算多 大少爺人家已經開發好了 很好 那現在 就花兩力去宣傳 好了 現在已經開始宣傳了 大少爺 沒想到一分鐘之內 現在註冊了我萬萬的用戶料 那當然 這個問題 馬上就能報 一千萬了 大少爺 你也太厲害了吧 那當然 百少爺厲害的點 還多著 你就躲著瞧吧 周氏豪做的這個軟件 怎麼會賺這麼多錢 是啊 如果接廣告的話 他每個計算五千萬呢 你也會賺這麼多錢 咱們必須做點事 大少爺 現在註冊已經到五千萬了 好 馬上就會有大量 燒 刀打 原來是這樣 讓用戶來吸引廣告燒 這個報告好 你也會賺這麼多錢 看了半小時 我的錢可以提線了 我的時間也夠了 咱們快提出來吧 哎 我的怎麼提不了啊 我的意思軟著怎麼還黑屏了 這不是騙子嗎 誰沒讓我呢 來修了來修了 員工在那兒 咱們找他去 騙子大騙子 你們的APP 根本就提不了線 快不要臉 快給錢給錢 呸死騙子 咱們這樣車撞死吧 屁 死騙子 哈哈 完了完了大少爺 我們轉接被人的黑了 什麼用功鬧事 微信通知接觸部 還有收得吧 哼哼哼 大少爺 都什麼時候 你還笑得出來 我還以為周天宇和強大能有多大的能 原來只有這點本事 所以開始行動了 大少爺 什麼開始行動了 你在做什麼呀 沒事 只是個軟件生了幾個人 接下來 周天宇 輪到我頓引出手 老爺的 周手吧 周世豪能在一天之內做出這個軟件來 咱們也可以 對 咱們接一個億劃 喂 馬上通知技術部 佈置一個全民熱舞的APP軟件上線 再通知宣傳部 花三個億宣傳 咱們少兩個錢要留一些 要是現在有人給我們投資就好 有幾個人 有幾個人 我一定會覺得 真的 我一定會有一個 是 對 我一定會覺得 我一定會覺得 你會覺得 我一定會覺得 那邊有一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瘋了 萬一還能給五十里呢 這可是五十里啊 怎麼會 就沒有我賺不到的錢 你一定要周氏浩踩在腳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別上鉤了收我了好 周天宇 就憑你也想說五十里 大少爺 你到底在幹什麼呀 一會兒 你都知道 怎麼會這樣 他們軟件怎麼會癱瘓 快快點接觸人員快點呀 喂 喂 公司技術人員呢 全都去收軟件 天宇少爺公司技術人員一去大少爺公司了 什麼 完了 完了 五十里 咱們 是不是要被五十里啊 大人 大人 你這裡 還挺熱的嗎 你 是你 是你給我們下套 周天宇 這反噬啊 要點證據 你哪個眼睛 看得我給你下套了 再說了 就算是我給你下套 怎麼 只允許你給我下套 還不允許我反擊了 這一切 都是你悠悠自取 有五十一 好賣了也不止五十一啊 放心 就你沒頭的你這麼像是 給你多賣兩吧 哈哈 哈哈哈哈 你騙你 大少爺系統已升級 用戶們得到上面的價錢 咱們軟件的出資料又增加了 好 師傅 你這禮招可真高 讓周天宇看到投資軟件利運大 又是他投資軟件 然後讓軟件灘化 再高薪挖走他的員工 讓他所有的錢打水漂 行 可以 多虧了您的相助 我這邊的公司出手 太過於影響 幸好有您在 從投資到系統瘫痪 都有您在找人家 周天宇啊 才能這麼現意接受投資 那是你的主意好啊 留一點您放心 五個億的掌揭費 馬上就 都是自己人客氣 現在你的軟件已經吸引了兩個億的廣告商 而且其他公司也都知道 你的這個是無法布置 你 是怎麼做到的 吸引廣告商的事情是正常的 現在像全民肉這樣的軟件很少 一定能夠引起網民們的關注 註冊量多了 廣告商自然也就來了 而周天宇 他上走不是情理之中 畢竟嘛 他一直想和我一降高下 自然會抓住所有錢 好啊 環環相扣 厲害 接下來 你得有什麼打算 繼續投入全民肉APP 天內 上市 這證明我沒看錯人 對了老爺的我到外國開個會 有個事 你可不要忘了 什麼事 曲夢瑤 這兩天 好好籌備籌備 等我回來 選個好日子 就和夢瑤結婚吧 這麼著急 不太好吧 這有什麼不好的 感情這個事 可以結了婚以後 慢慢培養嘛 所以越走越好 好就這麼定了 我 天宇 你總算醒了 那 周氏豪 把我們算起來這麼狠 我一定不能放過他 你放心吧 我已經讓孫鳳城來找我了 他周氏豪無意 就休怪我無情 這一次 我一定讓他身敗名裂 老爺子 有時間再來玩啊 這 老爺子果然精明 什麼事情在騙錯 大少爺 你是怕什麼呀 人家都把孫女嫁給你了 這多大的 對不起大少爺 我說錯話了 算了 想說就說吧 騙少爺 什麼 我知道了 那少爺 孫鳳城那邊 有東西嗎 夫人 您的意思是 要徹底把周氏豪搞成賣名裂 沒錯 這周家在國外呢 也有一些業務 你去簽個資金鏈 到時候嫁禍到周氏豪頭上 雖定呢 他是周家的叛徒 最外他又臭名昭著 到時候 這天羽繼承人的位置最好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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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知道 還不快去辦 到時候天羽繼承了周家 你的好處還能少呢 哎 嘿嘿 那個好處先暫且不停 咱們先把眼睛插了這個好處 不是都已經很好 哎 那是過去的事兒了 你是要坐地起架 哎不 夫人 咱們是合作的 講的是共用 您吃肉 我喝湯 我不要多 抽個手就行 一千萬 你瘋了 竟然有一千萬 夫人 我這一千萬 跟您的周家資產比起來 還不如所謂 更何況 您現在 能夠相信的人 能夠為你做事兒呢 你 我這個人呢 做事比較謹慎 平常呢 在幹什麼事情都會做個紀錄 啊 如果今天所發生的事兒 鬧得滿城風雨的話 身敗名裂的就是周天羽少量 你 你竟敢威脅我 哎 我只是公事不公辦 我給你一千萬 但是 你必須給我搞� al cathedral 好 沒問題 那咱就 鼻子 做你親家的小人 等你和周氏豪勾勾勾連白俱傷 我再去收拾你 不用要幹 小媽 好強 在那兒不能 周氏豪 你 你別亂來啊 你要幹什麼 小媽 大白天就想和男人過去重端 好心 放開我 你這麼有需求 才找我呀 上次咱們在辦公室 有的事情 你別亂說 我跟孫剖長不是你想的那樣 我們是來談事情的 談事情 那我就更好奇 這大白天呢 一男一女在酒店裡 正談什麼事情 不過小媽 你好像 比我還想要解釋 你要幹什麼 我警告你 不能亂來 我也不知警告過了一次 別惹我 你現在不僅是惹我 還想治我的死 看來 是時候 你小妈也深刻的警告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你想玩你是抽是吗 笑我笑的越大声越好啊 笑我 没想到 小妈的身材这么好不够 今天的事情我已经不像 小妈要是想保全你一生 最后今天就 你敢 小妈 你觉得 现在有什么事情 是我不敢的 你凭什么让我出播 你说凭什么 住手我答应你 答应你还有信吗 还是小妈食食物 善意 就这样轻松的放走乔娜 真的没问题 放心吧 乔娜这个人 他不肯再告辞 等级成全落定了再让他回来 他有想起什么风浪 明白 对了 孙鹏城呢 孙鹏城已经全部交代了 他不仅清楚地交代了 乔娜是如何陷害你 而且还爆料出很多天宇 和乔娜的许多黑料 就这些黑料 随便一起 都可以让他们身败 干得不错 不过 然后 乔娜那边的黑料 就先不用包了 我答应过 只要他不乱来 我暂时不会懂他 那周天宇呢 他的黑料 要不要现在就包出去 等时机到了 用这些黑料 对他最密集 知道了 仙衣 不认识 最近这么多事 辛苦你 能为少爷做事 是我的能幸 放心 我一定会亏待你 谢谢少爷 坐这吧 哎周董 出大事了 周董 你可算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孟阳 他趁着黄老爷在出国 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和您退婚 都像是他能干着吗 周总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这样的玩笑 一个小小的黄孟阳 还掀不起什么浪河 我要何必在乎 倒是你 作为他最好的回忆 为什么 他要退婚的时候 看来 你还挺忠心的 周总 我 大家好 今天是我举办的发布会 在此 我有事要宣布 今天 我黄孟阳 替庄家 周世豪 解除婚约 有事故与周家联姻 我的天 这黄家大小姐 要与周世豪解除婚约 这可是个大事情 周世豪做的好人 他今天当中退婚 这面子可比较大 是 黄小姐真有过 你当中和这个废人 解除婚约 黄小姐 听说您和周世豪的婚约 是黄老爷的定家 那您和他解除婚约 黄老爷的他知道吗 我的婚约我做主 不须他人同意 而且 我相信 爷爷会同意我的决定 黄小姐 请问您今天什么 要和周世豪解除婚约呢 周世豪明明刚透过 全国的连软线 赚了好几个利益呢 众所周知 他身后不过是有 这先生指点 靠他人指点 算什么本事 我不奢求他一天 能赚100个亿 也不奢求他能 创造一个商业帝国 但他 绝不能是一个顽固子弟 他周世豪 不过是一个啃老 一个一无是处的富二代 他根本就配不上我 我今天必须和他退婚 少爷 黄某杨他怎么这么说你啊 又不是废物 他明明知道 你刚通过软件赚了这么多钱 吴航 他说的就他说的 这些账目都记下 等晚上回酒店 一句一巴掌 我非我屁股 不可 还是你有办法 平毛 干嘛 周副总 你要是知道我家少爷就是自己先生 一定会很心样 你 天宇啊 你对黄梦瑶向周世豪提出退婚一事 怎么看 这里又没有外人 有什么说什么 爷爷 我觉得 黄梦瑶跟周世豪退婚 对我们而言反正是件好事 怎么讲 爷爷你想啊 周世豪进入皇家 有了皇家的支持 能力强大 会不会对您不利呢 他永远是我的儿子 翅膀没那么硬 不过天宇啊 你是不是也有私心呢 爷爷 我可都是为了您着想呢 行了行了 不要以为你跟你小祖母 做的事情我不知道 我那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 前段时间 强纳给我打电话 说要出国旅游 我估计那是你们的计划失败了吧 不成器的东西 想想你父亲在世的时候 手腕比周世豪强多了 怎么到了你这儿 虎腹有犬子了呢 你怎么连一个区区的周世豪都对护不了 爷爷 他周世豪有高人指点 要不 你也给我弄一个高人呗 怎么跟爷爷说话呢 不过天宇啊 我给你交个底啊 你放心 他周世豪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永远也比不上你 周家继承人的位置 必须由你来坐 周世豪和他的母亲 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次养 爷爷 我就知道您最疼我了 不过他周世豪和黄梦瑶 必须联姻 爷爷 这是为什么呀 你 这么久了 你还没看出来吗 黄家年轻一旦 胡男丁周世豪娶了黄梦瑶以后 黄家的财产就是周世豪了 到时候 我在找一个借口 把财产从他手里拿过来 哦 原来是这样 到时候你继承的都是周家 还有黄家 高 真高 爷爷您实在是太高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周世豪不听您的话 那该怎么办 周世豪 这几次 是做出了成绩 但是他忘了 我永远是他爸 只要我还在周家 他就永远翻不出我的手掌心 对 就他那样的 他就是个猴 祖祖辈辈都是猴 哎 说什么呢 爷 我的意思是 嘲讽 嘲讽他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黄梦瑶和周世豪 恢复联姻 好爷爷 我知道 我现在就去办 周世豪 你永远是我少了一个棋子 周世豪 你也在呀 那正好 退婚的事 我就不用单独通知你了 只怕抱他出去 也没什么用吧 你说什么呢 你呀 还是太年轻了 黄梦瑶 你干的是什么 爷爷 你趁着我不在 擅自召开发布会 你还把我这个爷爷放在眼里吗 你说退婚的事 不算数 爷爷 你这是要把我火坑里面推吗 黄梦瑶 我说为了你好 我说为了你好 爷爷为我好 您还让我嫁给那个周世豪吗 我说的对吧 你的话 没什么 穆扬 穆扬你慢点 我说 importante 穆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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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把条纳和周天宇 安插在公司内部的眼睛 基本上都清除掉了 为了麻痹周天宇 我留了两个在岗的 您看这两个也要清除掉吗 听了吧 事情到了这种程度 也没必 是 我现在就去清除 去吧 周氏佛 我在婚礼酒店302号 就急事相商 送了 去酒店他的事情 这个房东比较多了 还是 那 做事 天宇少爷消息已经发给左侧豪了 相信他很快就会过来 好 周氏豪啊周氏豪 你个废物是逗不过我 黄孟瑶留下 周靖在哪 是 可惜 黄孟瑶这个大美人 差个也算是便宜 不过你也别得意 你做的这一切 不过是为我忽悟 黄孟瑶 黄孟瑶 鱼 严谊 严调 现在是你都已经煮成熟饭 哈哈哈 干得好 爷爷的好大 están ا 我怎么在这 不对他怎么在这 吵死了 周世豪 你们干什么 好几个周世豪 你强奸我 你别胡说啊 我哪强奸你了 这这还用说吗 你要讲证据的 我不管 就是你强奸了我 大少爷你快看新闻 这谁发的新闻 这不是胡说吗 喂怎么了 你看看 烧下大招有皇家小姐未婚先睡 这哪个破纸这些的 还有 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还用想吗 肯定是刚刚偷拍的呀 红萌摇 就算你现在不想嫁 也得嫁了 你无耻 好啊 我明白了 是你找人把我没晕 让人发新闻的吧 这都是你的阴谋 我 我的大小姐 你用脑子好好想一想 我也被人打晕了 我怎么让人发新闻啊 再说了 我要想娶你 还不是纷纷用的事 我用点这麻烦吗 你可真自信啊 过奖过奖 行了 这件事不管是谁干的 我都不会放过他 那现在怎么办 能怎么办啊 现在肯定不能出去 外边肯定一堆记者 那我怎么走啊 怎么能一直在酒店吧 果然上帝都是公平 有些人啊 确实略有自私 就守目标 啊你 我都能被人家 能不能看 还没听到 你还没关系 你还没关系 哪个人啊 你还没关系 你还没关系 發佈後回來以後見到周靖 周氏好 我是和周靖一起被迷迷的 糟了他還不會有事吧 現在要給我朝清 究竟是誰幫他 還有就是趕快找到周靖 是我知道周靖在什麼地方 爺爺你可算回來了 你心裡還有我這個爺爺 臭丫頭爺爺 吹風的事是我太莽撞了 您就原諒我吧 你以為爺爺還真生你的氣啊 傻丫頭 是好 他們現在是越來越暗暖不住了 老爺爺 您的意思是 這一切都是他周厚的過程 你是個聰明人 心裡也很清楚 這是到底是誰做的 你還不明白 只是沒想到 他能這麼不責事做的做事 不過想想也是 如果他不這麼做 那就不是他 老爺爺 有些事情 咱們現在可以攤牌了 你們 在說什麼 你怎麼怎麼做 我準備報一個局 讓他周厚德 自己擠 如果需要協助 你儘管開口 謝了 爺爺 我怎麼一句話都聽不懂啊 孩子 你很快就知道 周氏豪 是多不懂尋常 天宇 你讓記者報道你叔叔跟黃姑娘睡在一起的新聞做的不錯 不過 力度遠遠不夠 姨姨 那我還要做些什麼 再添上了一把火 你現在就帶上禮物 就說是我的意思 前去提親 一定要大張旗鼓 開一百兩勞三來四去 這樣無論周氏豪還是黃家 必然下不來台 周氏豪和黃美瑶就只能結婚了 好主意啊 我現在就去辦 父老闆你們了 我親自 周氏豪 你怎麼來了 你是不著哪兒的嗎 這是周家 我是周家大少 我還不能回你家了 我 你還不是繼承人呢 就想趕我走 誰給你的 你 好了 你們叔叔倆不要一見面就掐 氏豪啊 你和黃姑娘的新聞我看了 這麼大的事你也不早點說 還不是都虧了您嗎 我的好父親 您這話是什麼意思 您和周天佑社局 把我和黃沫陽迷暈 然後偷拍 再把照片發給媒體 要不然 我和黃沫陽的關係 怎麼會被證實啊 你這是在我公認你的父親 大地不到 您別生氣呀 氣壞了身子 還是您自己受的 您 周氏智豪 你什麼態度 怎麼跟爺爺說話呢 你什麼態度 怎麼跟叔叔說話 周氏智豪 我扔你很久了 我的名字是你能指呼的嗎 我 我什麼我 沒打沒小的 難道要我教你怎麼喊叔叔嗎 叔叔 下次 別這麼帶個個人恩怨的喊 周氏智豪 你記住 你在我面 就是個臭 我一直被踩死 還想跟我們鬥 周氏智豪啊 你別得意 早晚怒死你 夠了 氏智豪 在我面前還放肆 父親 您又有何吩咐 你和黃小姐的事 是我讓天宇這樣去做的 我這都是為了你好啊 王大小姐要退婚 發布會都開了 只有天宇這樣做 你才能和黃沫瑤聯姻 那我問父親 聯姻是為了我 還是為了您啊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利用我和黃沫瑤聯姻 然後 從我手中夺走皇家 和周天宇 成為周家最後的進程 這不就是您的進步 你都知道了 這天下 就沒有無透風的橋 是 一個一天能賺一百億的鄭先生 想知道這些 並不難 我低估了我的親生兒子呀 鄭先生 周氏晃是鄭先生 是啊 你不是想挖鄭先生 我就在這 這不可能啊 爺爺 周氏晃怎麼可能是聰明絕領的鄭先生 慌什麼 咱們這麼大個周家 還怕一個鄭先生嗎 周氏晃 看在你我父子一場的份上 你還是觀觀聽話 否則後果你擔待不起 氏晃 我保證 你只要聽話去聯姻 你就能一輩子一時無憂 如何 危險 這就是你的命 你的母親是棋子 棋子生的自然也是棋子 你這輩子 永遠都逃不出我的書長心 永遠只能聽我的話 周氏晃 聽見沒有 你不過只是周家的墊腳石 趕緊聽爺爺的話 林姨君 等我吞併了皇家和周家 還能勉強送你一間茅草屋住 送了就免 還是我給你們幾乎 送一份大門 周氏晃 都這個時候了 你還敢投出狂言 氏晃 啊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 生意人吧 講究李上午 你們把黃莫瑤送給我 我自然 也要送你一份 你想幹什麼 你們最看上周家的職業 如果周家破產了 會怎麼樣 你敢 我公有不怕吹鞋的 我有什麼不敢 我也開始弄了 周氏晃 你說夢話呢 就你 你想著周家破產 如果 再加上我呢 黃老爺子 你也幫助周氏晃 對付我們周家嗎 周氏晃啊 周氏晃 以前只覺得你蠢 現在看 你是跟上救壞啊 居然幫助外人 搞我們周家 周氏晃是我的孫女婿 誰說是外人 周家主 別說我不跟你情面 你一直想通兵我們黃家 我們黃家也不是吃醋的 我自然會幫助是好 孫女婿 不要怕 爺爺跟你撐腰 謝謝 什麼 虧了十個億 爺爺 怎麼了 黃氏集團向我們周家產業進攻了 黃老爺子 你確定要向我們周家開戰 我自然要為我孫女去撐腰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好得很 周氏晃 你既然背叛了周家 逃靠了黃家 那就別怪我了 你知道 大師不好了 說什麼 沒看到有外人在嗎 東上 天都要差了 就在剛才 咱們旗下所有公司 大料技術來莫離職 資金也都外投 全都流入了黃氏集團名下 收拾集團快撐空殼了 什麼 你說什麼 周氏好 這都是你幹的嗎 這一期 都是您交由自取 如果你把我當棋子 我以為會這麼對 這些 都是你應得的 好好好 好一個應得的 我周厚德 真是生了一個好兒子 不要以為您打垮周家 我還有資金和資源 我隨時能東山再次 到時候周家的一切 都是天羽的 我只認周天羽一個繼承人 沒錯 周氏好 周家的繼承人 只有我 如果您的後代 只送你 是不是 只有我 農村繼承人 你想幹什麼 你是要殺人嗎 他的 還不配你震動我 不是不是 你要幹什麼 乃凶殺人 我沒你那麼嚇 我會讓你罪有應得 在監獄中 幹什麼地獄般的 就是他 他就是周天羽 周天羽 根據證據顯示 你已涉嫌乃凶殺人 不正當競爭 有多項違法行為 現在將你批准逮捕 扣上 宋彤長 你扶賣我 郭少爺 兩天怎麼而見 你可不要賣我啊 爺爺 救我爺爺 爺爺 爺爺 你現在看到了 你沒有其他行 你竟然殘害你大哥唯一的孩子 你好狠毒啊 周氏好 我告訴你 在我眼裡 你半點也比不上你大哥 我那個好大哥手上張的都是去 卻要我來說嗎 你 周厚德 您的血脉上還是副總分上 我給你個更好 周家交給我也好 你出國想清楚 我保你一手 下班 別在乎 怎麼樣 我 我 我答應你 恭喜大少爺成為周家家主席 是好 同樣的 不 可以再拿水 跟不見 睡覺 好沒事吧 是周董事長的周天雲 天雲把我們迷暈的 如果他們發現你的話 一定會傷害你的 放心 現在沒人能傷害我了 什麼意思 因為 我現在是周家家主 什麼 你是不是是周家家主 另外 我還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什麼消息 經過我們一頓證明 原先的娛樂公司 現在市值 增長了十倍 所以 你又輸了 再次恭喜少爺 如願以償 成為周家下一個人的家 周少 恭喜你啊 做了周家的家主 老爺子 您終於來了 周氏好 你今天倒是挺衣冠楚楚的 我呀 怎麼給事好收穫 你可馬上就成為人家的老婆了 哎呀 爺爺 周氏好 雖然你成了周家的家主 有了那麼多企業 不過還不是因為 有我爺爺的助力 就你這點本事 還不足以讓我黃沐妖 完全對你臣服 而且 我想找的是像Z先生那樣 可以跟我一較高下的人 看來 你很崇拜Z先生 不是崇拜 是想和他較量較量 是嗎 那如果說 我就是Z先生 你 你 那你少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大家先靜一靜 我有話要說 周位 周氏新生們 我公司已經洗牌整合 從今天起 重新開始發展 我周氏豪 以周家新任家主的身份 再次向大家承諾 我周氏豪 會帶領周氏集團 發展的越來越好 好 讓大家過上 比之前 更好的生活 好 乾杯 乾杯 我還有一件事情 要告訴大家 我知道 大家對於 近期的Z形勢 一定很感興趣 為了滿足大家的好奇心 今天 我特地把他邀請 丁先生在哪呢 我早就想見見他了 是啊 怎麼還沒有人啊 我也好想認識他呀 我老頭子 不責任的告訴大家 你們的總裁周氏豪 就是Z先生 Z先生 就是周氏豪 什麼 什麼 他就是周氏豪 夢瑤 你不是一直想認識Z先生嗎 上台 好好和你的偶像 認識認識 周氏豪 你真的是 Z先生嗎 當然 這怎麼可能 夢瑤 我們可以作證 總裁 他真的是Z先生 我也可以作證 他真的是Z先生 夢瑤 你現在 願意嫁給周總了 叔叔豪 沒想到 你真的是Z先生 那來 你就是那個 我要找的 能和我一覺高下的人 我很樂氣 不過 不過 我們能不能先訂婚啊 我想先相處一段時間試 好啊 謝謝 只好 孟陽這個人容易害羞 你可不能欺負他 老爺子 您就放心吧 孟陽 以後就是我的女人 我一定不會虧待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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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